我提醒你們,當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在教會, 當然我們會來用餐, 然後我們就像以往一樣, 會有接下來的關於聖經討論的部分。 但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的用餐, 我們會忘記了領受聖餐的本意。 我們常常忽略的事情, 就好像我們吃了, 又好像沒有領受到。 我希望你們記住, 當你們領受聖餐的時候, 當然我們會吃飯, 後來會有很好的環境, 我們繼續討論聖經問題, 這是很好的。 但是我要你們記住, 但是我要你們記住, 當你們回到你們的家中, 你獨自待在你們的家裡, 然後對你自己說, 我們成為聖覺的聖體的一部分。 因為我知道, 我看到很多人, 當然他們都不開心, 要親吻聖經, 但是你們更為聖聖的聖經。 我們知道, 有些人喜歡親吻聖經。 但是我們知道, 你靈受聖餐, 你比聖絕就聖卑更尊貴。 我希望你們, 在家裡, 可能是五分鐘、十分鐘、 半小時後, 噢,我的天啊, 我會有誰在我身上。 我希望你回到家中, 自問你自己, 不管是五分鐘或十分鐘, 問你自己, 我是誰。 對上利, 然後把這些心思放在你的心裡。 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, 我們可以談到更多。 天主教有某種類的祈禱, 他們有祈禱的祈禱, 他們有祈禱的祈禱, 我們可以在那裡祈禱祈禱。 我們東正教沒有這部分。 並不是說, 這樣子是不好的, 但是因為, 我們認為, 這是很好的, 很好的事。 但是, 我們必須明白, 我們要遵守聖體的。 我們要想想, 當我們領受的時候, 是紀錄我們體內。 耶穌會告訴你, 為何你尊重我, 在那裡祈禱, 而你不尊重我, 但是我正在你內。 為何要遵守聖體的行為? 不要以為, 這就是一個奧秘的行為。 神就是這樣瘋狂地愛著我們, 我們成為聖體內的聖體。 這並不重要, 因為你不太好, 因為你不太好, 你不太好。 這是不太好, 那當我們領受聖餐, 不管是你領了一大塊, 或是一小塊, 那不是他的份量的問題, 而是相同的。 你不太好, 你不太好, 那之後我們可以來討論。 你不太好, 你不太好。